今年的9月29号 台北的小曾 我们佛友的小曾的哥哥 骑着机车在巷子内与人相撞 当时他哥哥的头部受到严重的撞击 颅内出血 马上失去意识 被送到医院急诊室 这个时候小曾上乡 跟佛台前的观世音菩萨许愿 念诵七张小房子给哥哥的要经者 将每天法布施的功德 转移部分给哥哥度过难关 许愿祝愿经书广度有缘 祈求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用功德把伤害降低到最低 没想到短短两天时间 他哥哥就清醒了 肢体也正常了 转入了普通病房 之后他哥哥头部的颅内出血的部分 已经自行的吸收 头部右边受伤的部分已经盖化 医生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出院了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感谢您的观世音菩萨